林志堅的亲信 怎么可以对中华大学 该对这些事件 该怎么说明 为什么他可以下指导棋 在报林志堅论文门内幕 直指政治黑手深入校园 全因这对话 LINE对话截图 一头是林志堅资深幕僚张立可 当时还是新竹民政局长 7月4号传讯给中华大学某位老师 说法律上难论定侵害著作权疑律 也没有违反契约 且还拿出道德层面 说有指导教授的声明 所以没有讨论瑕疵的必要 议员痛批林志堅团队 等于要校方照这版本声明 还写得非常的详细 它分成三个层面 法律层面 契约层面 道德层面 大家可以看 他帮林志堅想的脱罪之词 想的真是非常的详细 对此中华大学回应 争议事件之后行政单位没有接获任何新竹市府官员的来讯 对于议员所称的赖对话也完全不知情 我们也都会陆续的收集相关的资料 那如果有不实的指控 那如果我们都会有法律的行动 但另一头蓝音也抨击他参加标案研究 本身已经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回避法 林志堅在2001年到2009年是担任立委助理 双方是师徒的关系 他参与竹科的案子 就涉及了相关标案的一些违法的试证 对我特别谈教徒的诚信 也会很重要 张善政也终于忍不住开栓 林志堅论文门还有得烧 TVBS新闻花哨品林亦婷台北桃园采访报